一年之内乡村窃案频发 相同的38码鞋印 相似的作案手段 不同现场 警方串并侦查 行车记录仪拍下的可疑影像 监控排查中发现的不同车牌 细微的破绽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当时行人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头套 右手拿着一把柴刀 我当时看到这样子的吓傻了 如果四组发现之后进行劝阻的话 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转化成命案 焦虑 很急 很急迫 很急切地 想要提取到一些有利的证据 把这个案子侦破 2022年8月2日上午10点56分 桂林市凌川县公安局街道报警 三街镇小龙江村一户村民家发生入室盗窃 接近后 巴黎街责任区刑警队的民警随即赶往现场 被盗的房子是位于一个村庄的边缘的位置 然后是一栋两层楼的一个民房 然后他被盗的一个物品所在的房间是位于二楼的一个主卧 施主放在梳妆台抽屉中的一条黄金手链 一条黄金项链 一枚金戒指和数枚玉珠被盗 一个存钱罐里的大面值现金也不见了 累计损失三千六百多元 结婚戒指买了都没戴 然后就是小孩的压睡起 我们都舍不得用 都有一些想把他存着 给他长大了再给他 这些都是我们有纪念价值的 也挺没安全感的 从来没想过到白天进北 那个施主说是白天出去穿门去了 穿门去了门没有锁 是虚眼的 那行人就是通过溜门就是内 从这个现场 我们没有看到有那个明显的翻动 他行人盗窃后就把这个现场还原来 前人对于盗窃物品的地点就是很明确 他只翻早抽屉或者说衣柜这种 其他地方都没有太多的翻乱痕迹 很有目标性的 8点多钟从家里面出发的 10点多的时候接到他妹打电话给我们 然后他就说看一下你们家明不到了 我就说我们在外面 我们就急着通的赶回来了 赶回来大概是10点54这样 他是上午8点40分左右出门的 出门的时候 然后家里面是他说是没有锁门 然后到10点50多分 接近11点的时候回到家里面 就是时间是锁定在这两个小时之间的 先生选择上午进行作案 我们分析是一个是这个时间段 很多农村的农户会选择在上午8点之后 进行下地干活或去上班 这个时候家里面是没有人的 而且对于农村来说 白天的警惕性会很低 因为一般不会认为说大白天 有人敢去进行盗窃 所以对于这一块的返放是比较少的 所以可能些人就利用了这点心理去进行盗窃 通过现场勘察 在卧室床头柜附近的地面上 民警发现了一枚完整的鞋印 在与施主家所有人的鞋子比对后 民警确认这枚鞋印是嫌疑人留下的 而且这枚鞋印的尺码和花纹 让民警联想起凌川县双州村的 另一起入室盗窃案 2021年9月18日晚 凌川县公安局接到报警 凌川县双州村一户民宅被盗 这是一栋位于双州村外围的三层楼房 在二楼卧室的床头柜内 施主存放的一千元现金 和一条黄金项链被盗 然后在这个窗户上我们发现了 有那个手套的那个插针痕迹 手套印 然后在这个排水管的边上的墙上 我们发现有那个崩塌的那个痕迹 行李人士通过攀爬这个防盗窗 灯塌在防盗窗上 然后通过这个防盗窗旁边的一个那个排水管 到达那个三楼未安装那个防盗窗的一个卫生间 通过卫生间这个窗户进入现场 一层客厅的东北角 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 我们从监控视频发现 嫌疑人进入现场的时间是2021年9月18日的9点15分 当时嫌疑人是从二楼步行到一楼的 当时嫌疑人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头套 上层穿着白色的圆领T恤 手上戴着手套 另外右手拿着一把柴刀 这段视频让民警和施主惊出一身冷汗 我当时恰恰的样子的吓傻了 当时小孩子在家的话 遇到他怎么办 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他拿着一把刀 如果家里面有人的话 可能单纯入室盗窃的行为 就转化为抢劫的行为 甚至如果施主发现之后进行劝阻的话 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转化成命案 这让我们特别担心 从视频接控来看 嫌疑人的特征属于一个中等身材 体重大概在120到130斤左右 身高的话大概高度在1米65左右 在视频中显示其实是很谨慎的 他会推开门看一眼 发现不像是有存放贵重物品的 他就选择不进入 目的性很强 这个人心理素质比较强 不会说像初犯一样 看见摄像头就会离开现场 或者说有慌张的神情 他没有 他从二楼下到一楼之后 打开门 然后转头的时候 发现角落有个摄像头 然后走到摄像头下面 将摄像头的电拔掉之后 我们就无法看见其轨迹 经勘察 在楼房三层窗边 和二层卧室床头柜旁边 民警分别发现了一枚完整的鞋印 经测量 鞋印的长度是240厘米 也就是我们说的38码的鞋子 鞋底花纹有边缘 内部有横向的间隔条纹 分析为平底休闲鞋一类的鞋子 经比对排除 民警确认 这两枚鞋印是嫌疑人作案室留下的 警方排查了双周村有限的民用监控 但是没能发现嫌疑人的踪迹 就是说我们判定 嫌疑人应该是从田间或者小路 到的案犯现场 然后再通过田间或者低头的小路 离开现场 他知道什么地方有监控 说明可能已经有过提前踩点 然后知道监控在什么地方 然后在作案的时候刻意去避开这些监控 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监控中的刑迹来看 民警认为此人很有可能是盗窃惯犯 我们就对周边的辖区的一些 有盗窃请客人员进行了排查 根据他的身高的一个特征 还有作案手法的一个特征进行了排查 但是在排查了这些人员之后 都没有发现符合他这些特征的一个协议对象 由于线索有限 双州村这起案件一直没能侦破 不过小龙江村弃案再发 现场提取到的协印也是38码 这两起案件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呢 2022年8月2日上午 最先发现秦某乡家可能被盗的 是他的小姑子蒋某庆一家 他们两家紧挨着 我女儿说她说后面有个人 然后我老公就跑上去二楼去看 看到那个人戴个黑帽子 戴个手套 穿了个黑色条纹的T恤装 然后她就问她你是干什么的 她说她是搞那个网信的 然后说了这句话 然后她就跳下来就跑了 就发现了是贼的话 肯定有第一个反应 肯定是看一下隔壁家有没有来偷啊 是不是 然后我打电话告诉我哥 我说家里面见贼的 民警随即让蒋某庆的丈夫辨认 双州村的监控画面 让他分辨一下是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他给我们答复说很像 但是不能确定 因为都是遮挡了面部 但是身形是比较相似的 尽管不能确认 但民警怀疑这两起案件 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而且过去一年中 此人可能在凌川县实施了多起入室盗窃 2021年10月14日 双州村发生了两起入室盗窃案 其中村民苏某红家被盗现金2000元 银币10多枚 累计价值3200多元 村民杨某红家被盗金项链一条 价值6000余元 通过现场勘查 民警发现这两起案件 与9月18日的入室盗窃案 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都是通过攀爬进入室内 第二个就是 这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 都是盗窃的目标很明确 他只盗窃现金跟经营首饰 通过分析研判 警方决定将发生在双州村的三起盗窃案 串并侦查 此后 林川县又陆续发生了七起入室盗窃案 其中双州村三起 木马村两起 大面村与明治村各一起 嫌疑人的作案手法 与前几起案件如出一辙 而且几乎没给警方留下有价值的线索 焦虑 很急 很急迫 很急切地 想要提取到一些有利的证据 把这个案子侦破 给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心里面也是想尽快去破案 去把这些丢捨物品去追回来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觉得 想尽快把这个人抓住 2022年2月的一天 林川县上秦村发生一起盗窃未遂案件 当时村民秦大爷与嫌疑人打了个照面 当时就是中午了 中午一点钟左右了 我在二楼休息 听到楼上有响声 我就跑到楼上去看一看 上楼去 遇见有个人从楼上下来 他戴个帽子 戴个口罩 看不清楚 叫他说了两声 他就往下走了 口音好像也像群州那边群州新庵 官养那边口音一样 警方判断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而从林川县发案的频率看 他很有可能居住在林川县周边地区 案发地点几个村落的一个特点 这些村子都是在林川的绕城公路的两侧 而绕城公路的延长线 就是林川的东环路跟国道322 而国道322是进入林川县城的一个主要道路 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测 这些人应该是同外线 使用交通工具进入到林川县城 在小龙江村这起盗窃案中 施主秦某乡的家近邻322国道 而且案发时间段 姜某庆看到国道边停过一辆可疑车辆 我从外面住室回来 差不多10点钟回来的时候 看见那个马路上停了一个黑色的那种车 好像是我们本地的车 而且它停的位置有点奇怪 它停到那个下面去了 停到那个没有硬化的那个路下面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我就等我看了一眼 大概11点钟下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车就不见了 如果是村民的话 村民可能会把车开到村里面 而不会停在路边 而且消失 但到家发生之后 这辆车就消失了 所以认为该车与嫌疑上 应该存在某种关联 由于蒋某庆当时没有记下嫌疑车的车牌号 停车地点附近也没有监控 民警试图寻找 经过322国道的客运车辆 通过行车记录仪 发现嫌疑车辆的线索 我们就有真最新的进行一个排查 最后通过排查 发现一辆从新安开往惠宁的大巴车 有监控 同时监控画面拍摄到车辆的信息 2022年8月2日10点08分 这辆大巴车由北向南 从322国道小荣江村段经过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 当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国道西侧路边 其车牌为贵CL尾号11 大巴车在路过这个案发地点 这个村庄的时候 在路边就是停有一辆黑色的一辆小轿车 看上去是灰尘比较大 也是跟之前邻居描述的一样 比较破旧就停在那里 当时我们确定黑色轿车的车牌之后 我们是比较兴奋的 因为感觉这个案子有了突破 马上可以确定些人破案了 小荣江村往北5公里 往南15公里都有交通卡口监控 民警马上进行排查 在南侧凌川往新安方向的交通卡口照片中 2022年8月2日上午8点40分 嫌疑车辆由南向北从卡口经过 这个驾驶员都是把遮阳板放下来 然后戴着口罩 就是感觉是在刻意回避这些摄像头的拍摄 都存在刻意隐蔽自己行踪 不让人发现其面目特征的行为 这与作案人的心理比较相符 这名嫌疑人身穿黑色条纹上衣 经蒋姆庆辨认 与嫌疑人作案时所穿的上衣相同 林川网新安交通卡口监控显示 它是由南向北形式 但是在大巴车的行车记录仪显示 它是由北至南停滞 说明它在中间两个卡口之间掉过头 当天上午10点22分 嫌疑轿车出现在北侧 小荣江南桥交通卡口的监控中 林川网新安方向交通卡口 和小荣江南桥交通卡口 相距20公里 正常情况下最多半个小时的路程 嫌疑车辆却足足开了两个小时 而这两个小时又恰好与案发时间吻合 至此警方可以确定 这辆轿车的驾驶人 就是2022年8月2日 在三江镇小荣江村实施入室盗窃的嫌疑人 车辆信息显示 车主叫陈某明 1983年出生 广西泉州县人 通过照片匹兑 民警发现当时开车的并不是陈某明 而且陈某明此前也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通过调查陈某明的社会关系 民警发现他的弟弟陈某义 有重大作案嫌疑 陈某义1985年生人 初中文化五业 曾多次因盗窃被判入狱 首先他是一个有几次的盗窃前科人员 其次他盗窃的也都是攀爬入室的这些 类似的这种手法的一个情况 之前警方分析认为 2021年9月以来 林川县的十几起入室盗窃案 是同一人所为 那么这个嫌疑人 是否就是陈某义呢 结合案发时间和案发地附近的监控 民警开始排查悬挂贵CL 尾号11车牌的黑色轿车 但是除了2022年8月2日 发生在小龙江村的这起案件外 就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行驶轨迹 警方怀疑嫌疑人在作案时 使用了假车牌 或套用了其他车辆的车牌 于是警方围绕案发时间 案发地点 轿车品牌和轿车颜色 几个关键因素 重新进行视频排查 针对每一个车牌 对车辆的档案进行调取 通过抓拍的车辆的信息和档案 进行对比之后 进行一个逐一的筛查 最后通过筛查 就筛查出两台车辆 我们就针对这两个车牌的 车辆信息进行调查 发现这两个车牌的车辆信息 跟视频中拍到的车辆信息不一致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两辆车肯定是进行了套牌 通过对卡口照片的细致查看 民警发现了两个号牌上细微的破绽 通过我们前期掌握 陈某一所驾驶的车辆的车牌号 GCLR611 而我们所发现的两辆套牌车的车牌号 分别为GCKR621和GCLK 中间只有K和2两个数字进行变换 而且我们通过车辆卡口的抓牌照片可以发现 其中的K和2都是粘贴上去的 有明显的粘贴痕迹 经过比对 民警还发现这两辆车与悬挂 GCL尾号11车牌的黑色轿车 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对这三辆车的外观进行对比 发现这三辆车的车辆型号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是车辆的粘减标志与数量所粘贴的位置相同 第三就是车子的左前侧有明显被撞击过的痕迹 构件之间贴合不好 有明显的一个缝隙 第四就是副驾驶前侧大灯下方 有一块很小的吊漆的现象 所以我们判定这三辆车为同一辆车 另外两辆套牌车的驾驶员 在开车时都与陈某义的驾驶习惯相同 都是针对性地回避我们的侦查 戴帽子 口罩或者放遮阳板 这些证据表明 十几起起案现场附近出现的车辆 都是同一辆车 而嫌疑人就是陈某义 警方决定刺激对陈某义进行抓捕 他当时在作案的时候是带有刀 我们是担心他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就当时决定说 等这个陈某义再次到临川 到某个地点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实施抓捕 2022年9月24日晚上11点 警方发现悬挂贵CL 尾号11车牌的黑色轿车 进入了临川县城 驾驶员正是陈某义 发现他进入了其中一家按摩店 我们就组织人员在晚上11点的时候 我们假装从客人进入到店内 对他实施的控制和抓捕 经依法搜查 民警在陈某义的车上找到一身衣裤 经比对 他们与2021年9月18日 发生在双州村入室盗窃案中 嫌疑人所穿的服装一致 让他把他尾箱的那套衣服穿上之后 然后我们进入了个牌照 问他这套衣服是怎么来的 是什么时候穿过 但这个时候 他才意识到可能是 这套衣服被我们拍摄到过 在每一起案件发生后的一到三天内 陈某义的银行账户就会有大额资金到账 经查 这些收入都是陈某义的销赃所得 为什么要实施这种保险行为 是因为属于什么原因 面前有 面前有 证据面前 陈某义无法抵赖 供认了自己在林川县 实施系列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根据我们对陈某义的调查 发现他平时沉迷于网络赌博 在网络赌博上面 输掉了大量的金钱 所以他就萌生了 想要重操就业 实施盗窃 获取大量金钱的这个念头 因此他就使用他哥哥的 身份信息购买了车辆 同时购买了磁性的数字贴牌 便于更改车牌 就驾驶车辆进行作案 在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期间 累计在林川县城作案11起 涉案金额高达20余万元 报器等请财案件 渐渐关注民生 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 治安痛点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大 宣传力度 提升群众防范意识 减少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 各项基础工作 不断提升防范和打击能力 减少干润案件的发生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更多的警力 资源 注意力放到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 民生类案件的侦破上 既要破大案 也要破小案 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022年10月15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凌川县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 陈某意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